新加坡莲花同门问的 师尊你好 弟子上回在你开示的道果中 听到你说的叉叉 小佛像 除葬法 刚好我有管道 可以起到这个叉叉 佛像的模具 请问弟子可以行这个法吗 是不是要做出一百 或者一百零八个叉叉 你说过做的时候 要边捏土边念咒 弟子可以念百日明咒短咒吗 这个叉叉佛像做好后 要如何处置 恳请师尊开示 这个所谓叉叉 就是小佛像 就是小佛像 在西藏 很多人做叉叉 做小佛像 我记得 这个甘珠佛佛做了一个小 两个叉叉 给图登达尔吉上师 甘珠佛佛呢 做了一个是 金刚索菩萨 金刚索菩萨 一个是金刚亥姆 诶 这好像是意卖出去 是谁买走了 真名餐买走了 这是甘珠佛佛的两个小佛像 甘珠佛佛传给这个图登达尔吉 给我 我放在山庄的办公室 结果拿出去卖了 义买 义卖 义卖 因为如果卖了 就要扣税了 义卖是不用的 义卖是不用的 所以我们讲话也要小心一点 不是卖是义卖 买给了这个正名餐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义卖过 我从来没有为自己义卖过 都是义卖给道场 义卖给道场 那个就是叉叉 不是旧金山的叉叉 这个叉叉是 中文写的是一个提手旁 一个叉身而过的叉 叉身而过的叉叉 他刚好有叉叉佛像的模具 他要做出一百个或一百零八个叉叉 时针讲过 做叉叉的时候 要一边捏土 一边念皱 做好这些佛像以后 要如何处置 我告诉你 藏人把这个叉叉 放到哪里去 在旷野 在山顶 在西边 他做完这个法以后 这个叉叉 做完法以后 就把这个叉叉 放在高山的顶 或者放在旷野的地方 旷野的地方 或者把这个叉叉 放在河边 这是做什么用 现在只有师尊 讲给你听 你做好 边捏土 边念皱 然后呢 可以念百日明的短皱 可以 没有错 就是金刚萨头 我们下个礼拜 要做护魔的 要做护魔的金刚萨头 念金刚萨头的咒语 可以 边捏土 边念皱 或者你做出 你的佛像的魔技 那个是怎么样子的叉叉 你就念怎么样子的咒 你的叉叉属于是哪一种叉叉 你要讲清楚啊 你的叉叉是阿弥陀佛的叉叉 还是观世音菩萨的叉叉 用黏土 去做 有的时候还加上 高深的骨灰 高深 有没有 高深的骨灰 就是说 这个人是修行 修行很久的 佛化出来的骨灰 也跟叉叉 跟黏土 在一起 有的时候啊 也可以用青刻粉 做叉叉 有的时候 也可以用面粉 做叉叉 有时候用黏土 做叉叉 能够用塑胶 做叉叉 也可以 然后跟这个高深的骨灰合起来 藏人的做法是把他送到 将来修完法以后把他送到高山顶 这个就是跟众生结缘 发菩提心 放在旷野 就是跟众生结缘 发菩提心 放在高山顶 就是跟众生结缘 发菩提心 放在河边 就是跟众生结缘 发菩提心 将来这些叉叉 都会变成你的贵人 这是我知道的 师尊知道的 师尊知道的 他们有时候用小佛像 藏人 他做叉叉 叉叉你只要到了拉萨 到了拉萨 到了拉萨 在西藏的这个中心 到了拉萨 你在街上都可以买得到 都可以买得到叉叉的 都可以买得到 那你如果做好了叉叉以后 你也可以到拉萨 买一个小摊子 这个人家来买你的叉叉 这个也是可以 一般来讲是放在旷野 放在高山顶 因为你有送过咒 就是跟众生结缘 结众生缘 结了众生缘以后 你以后的贵人就非常的多 你结的都是善缘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受众生缘 猪恐 startup